CINDY 師傅 這麼快又到年尾了 我這麼迷信 當然要找師傅指點下為遵 今天請了CINDY 師傅為大家講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CINDY 師傅 師傅其實在牛年分一年 有沒有說你的新潮 用什麼配色或顏色可以大和自己的人 有的 當你沒有運動的時候 就要靠顏色上的東西配搭 可以增強自己的信心和事業 那你也要聽一下 可以帶金色、白色、灰色、藍色 其實我買金或銀手鏈都可以 可以的 譬如白色你可以帶一些白水晶 或是蛋白石 也可以增加你的能量 還有希望 海南補也可以充滿你的能力和信心 所以算是增強在情緒方面 可能會比較幸福 或者覺得開心一點、正面一點 熟牛可以用紅色、白色、金色 因為范太歲可以帶一些雞的吊嘴 反而帶和自己相合的身潮 對 吊嘴可以的 可以帶一些舒萊石 可以強化自己的情緒 可以增強正能量的東西都是好的 還有一些紅色的東西都適合它 例如你日常穿的衣服 紅色內褲 一對年初馬上換 可以增強運程 有些可以增強貴人運 如果它太歲不太好 紅色那些它會帶粉紅精 粉紅精是增強人緣運 愛情運 我也聽過 所以都可以帶的 熟虎 熟虎需要什麼顏色呢 綠色、藍色 綠色用橄欖石 都可以清除一些不好的思維 可以去除一些負能量 對 這個黑曜石也是 也可以清除一些負能量的情況 你有沒有帶的 我沒有 買條才會咳 熟套可以帶綠色 還有黑色、藍色這些東西都可以 我知道我知道 黑曜石 黑曜石有什麼功用 去除負能量 所以也很好的 增強一些人的意志力 還有它可以帶綠優靈 可以增強他的時運 這個對兔來說是好的 農年屬於范太歲 那他帶什麼飾物好 剛才你說過 太歲相合的生潮 雞 太歲相合的雞 喉、鼠 他都可以帶的 這生潮 吊嘴 因為是做衣服 他可以帶黃精 因為是金色、白色 黃精可以增加他的信心 增加他的財運 增強他的自信心 所以帶黃水晶也是可以的 熟蛇可以帶紅色、紫色、黃色 剛才說的黃精也可以 有一個叫彩虹石 蛋石 這個也可以增強他的靈感 或者內在的心靈上的抒發 講熟馬 好像范太歲 是呀 他帶的吉祥飾物 最好帶褲 綠色、紅色、紫色都適合他 日常之中他可以帶多些紫色的衣服 因為有時你穿太深色的衣服 也會影響你的情緒 譬如珊瑚這些 也可以守護自己 增強他的能量 這些東西都可以帶 熟羊也是沖太歲 也是比較差的一年 熟羊可以用紅色 熟羊、紫色、黃色都適合他 日常生活都可以用多些顏色的衣服 明白 熟羊可以帶豬的飾物 也可以幫助他 其實是靠另一個生肖來幫幫自己 是的 也有多些穿紅色的衣服 可以用黃水晶增加自信 用粉紅晶增加人員 尤其做理衣行 熟喉應該帶一些熟金的衣服 金、銀、白也適合他 也適合他 如你所說 可以買一些你喜歡的飾物 譬如男生未必會帶水晶 他可以買銀戒指 金戒指 或者吊嘴 這些都可以 熟羊適合他的顏色 就是黃色、白色、金色 黃色 黃色 金、銀、白也屬於金的衣服 你買一條銀戒指 金、銀、白也屬於金的衣服 你買一條銀戒指 金、銀、白也屬於金的衣服 你買一條銀戒指 即是戒指、手指 戒指都可以 增強這個運 熟狗今年也是犯太歲 是比較多是非小人 他適宜用黃色、啡色、紫色、紅色 這也適合他 啡色用珊瑚 要增強自信心 趨吉避痛 粉紅色、紫晶 都適合他 增加人員、能量 這也適合他 最後就說豬 熟豬的人 今年戴黑色、藍色的鑑 適合他 海藍寶 也適合他 可以增強他的思維上的感覺 沒錯 即是刺激下靈感 對 刺激靈感 他都可以 師傅 其實這樣聽 女生很容易解決 因為女生很OK 戴水晶 很多選擇 戴飾物、襯衣 男生很難戴飾物 日常生活中 有衣服可以配合 眼鏡 例如金色、銀色框 還是黑色框 都可以配合 現在流行戴帽 戴帽 也可以配合男士 其實都是把所有黃紫色 都放上身 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在重要的地方 去見客 日常生活中 就要用多些顏色 原來在重要的事上 可能你今天有一個重要的聚會 有一個重要的聚會 有一個重要的聚會 其實戴一些黃色 都可以有 例如你穿西裝 或打個胎 都可以幫到你 噢 掌知識 大家看完影片 快去買衣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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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